我是唐丹 今天还是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 2017年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的一盘对局 这盘棋也是我自己下的一盘棋 我是之后对阵浙江的象棋大师唐思南 唐思南棋也是灵活多变 也是最近在青年选举当中进步非常快的一位 他是来自浙江湖州的选手 他的启蒙老师是万春老师 那么现在他的教练是金海银腿大师 唐思南棋风还是比较清零的 平时对布局对棋看来是比较用功 但这盘棋我觉得他失利主要是有些用强了 那么这次个人赛陈绿纯来自广东的特异大师 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 唐丹由于是在前边输给了陈绿纯 最后追不上了获得了亚军 那么广东队的陈姓林获得了第三名 当时我跟唐思南这盘棋 双方是第九轮对局 一共十一盘棋 赛程进到最后了 双方都比较拼 也是为了想这个唐思南吧 也是为了向冠军冲击 所以这盘棋呢 就是走得有些过于着急了 也是给了我一个反击的机会 对 唐思南最终是获得了第四名 对 也是成绩很一错 第五名是 石凤兰 石凤兰 好像我记得 广东队的石凤兰获得第五名 第六名是代表我们北京威凯的 张廷宁大师 张廷宁也是首次进入前六 对 开局呢 是走的中炮编码 对 中炮对平衡码开局 出局 对 然后唐思南 这个会的布局也比较多 我记得他以往跟你走 先知路也不少 对 他下的这个棋 布局 他研究真的是研究有素 然后中炮 先知路 过攻炮 或者是骑马 他都会走 都下过 作为一个女子选手 确实不容易 对 他也是成绩现在越来越好 比如说他从13年的时候 是威凯赛冠军 P的大师 然后15年的个人赛 他也是获得了第二名 也是 也是很可惜 最后跟冠军是失之交臂 然后最后呢 16年 他们也是 拿过这个全国团体冠军 所以说这个 唐思南的水平是 在这个浙江队的带领下 也是一步一步提升 也是每年这个个人赛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浙江队呢 这个金海英呢 担当这个女队的教练 还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对 像唐思南大师 还有吴可欣 陈青平大师 他们都是水平是都 在女子里 现在也是数一数二的 而双方现在是以这个 红方是走一个五六炮开局 然后当时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五六炮呢 总体来看呢 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走法 对 红方呢 就是想呢 稳步推进 把两个局呢 都亮出来 这个棋呢 在男子组的比赛当中呢 在90年代呢 一度比较流行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 又出现的比较少了 是 因为总感觉 红方这种进攻的力度呢 还不是那么强 黑方呢 能够呢 从容的呢 来调整子力 但是在女子选手当中呢 好像也经常出现 我记得唐天跟武侠也下过 对 这几年也是下过棋盘 这种 这样的布局 对 这个棋 男子组下的比较少 对 江苏队的特技大师武侠 他也是对这个布局 就是研究 非常有心得 他走的比较多 黑方走 当时我选择的是 趴二斤四 除了趴二斤四以外 黑方还有 炮八斤四的选择 对 炮八斤四 还有炮二斤二 红方 G二斤四 然后炮八平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如果再走 G二斤六的话呀 这个棋 黑方有这个跳马 这儿呢 红方呢 就是对于这个马 这个不好处理 对 黑方呢 整体来看呢 获得这种反击之势呢 红方很难控制这个局面 所以走G二斤四呢 来侧引一下 黑方这个 右翼的封锁 这个也是呢 势在必行 黑方 平方队局 对 红方走G二 平四 这个平到哪儿 也是有讲究的 是 后来呢 有的棋手就赶进走G二平七 这是一个特例 一般来讲是 平两个类呢 比较多 但是到底平哪个类好呢 这个局面下 应该平四比较好 平类呢 将来啊 黑方有个马七六的先手 是 所以G二平四呢 也认为是 比较稳正的这个应招 接下来黑方走一个 十四线五 作为黑方来讲呢 现在对于红方 这个兵有经验 已经挡不住了 也只好呢 把自己的阵型呢 先巩固一下再说 好 呃 红方呢 就获得了一个先手 拱兵 然后下部棋准备 马九斤八 对 然后我得泡一圈 先回来 这个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要走泡一圈 对 如果你走向三近五 嗯 红方 就要盖住你 马九斤八 那只能可能泡一平一 红方呢 就先来走泡一平二 打狙 打狙 对 狙的话 或者它 泡一平二 打狙呢 它有狙二平四的可能 狙二平四的呢 可会狙八平九 进狙捉炮 那这儿吧 红方是不是 进狙捉炮 它可以狙 狙九斤二 这样才 那不 跑掉了吗 不 这个企业就红方 就直接狙八平九 我看这么讲最简单 对 狙八平九 那我只能泡一平二 你泡一平二 你平过来 它再走泡一平二 这儿大家是不是看见就清楚 对 下不齐就 狙九斤三把你这个捉死了 黑方这个炮 炮就不好逃了 对 这个炮好像也 没办法逃了 所以说就是 红方有这个战术呢 来围困黑方这个炮 对 所以黑方这个炮 必须要处理 它不能 呆在原地不动 主要是对这冰九精英是一个先手 黑方这个炮退两步 这个表面上是退却 但是呢 却是一种非常理智的走法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呢 虽然有所退让 但是呢 他这炮花瓶酒呢 还是有一些便宜了 因为毕竟红方这个局呢 是他也避开了 所以我们这个瞎象棋的选手呢 头脑还都比较灵活 就是说 该退的时候你要退 这个进退呢 有度 该退的时候 你不能声音的在那里 去强挺 是 退炮以后 红方就走G8进4了 他G8进4可能是一个老变化 他走冰淇淋 对 他选择了冰淇淋一 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走法 然后我当 进七兵呢 就是想给黑方右翼呢 制造一些弱点 比如说黑方三楼马 就难以活通了 对 并且呢 将来呢 这个有一些手段呀 比如炮6平7呀 马就进7呀 就是上马呀 平炮这些手段 那黑方呢 我当时选择了 就是直接去8进6 可能也可以考虑向三进5 我看有些这个男子 这个棋谱里 有些大师们都下这个 就是先把自己阵型补后 那像我实战这样 G8进6 会不会有些操之过急 从这个实战来看 这个也不好说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这是两种风格 对 黑方先补像 就是说的 先把自己的阵型的巩固 也是可以的 现在呢 黑方呢 这个唐三直接进居呢 就是打算呢 直接采取对攻战 对 我想他要是对兵 我只好G8平7 对 这样对他这个三路线 还是有一些牵制 G8平7以后 红方感觉呢 还要兵三进一吃掉 你再G7吃回来 黑方这个G的位置比较好 对 你对兵 黑方不怕 这尽管黑方G的绕了一圈 但这个G的位置比较好 对红方这个三路线呢 也形成了这个间接的攻击 对 所以我当时也就直接就去G8进6 点进来 然后他也是选择了一个炮6平7 他走炮6平7 这个也非常强硬 对 他就是想对我这个三路线 就看我这个项没有补 他也选择 这个棋黑方就不能再补了 对 再补红方就冰7出兵 你非他马脚进7 这都是先手了 对 所以我这项反而这补不起来了 对 这个唐斯坦走的这棋也比较尖锐 对 那这个棋呢 就是就只能吃了 对 我只能去8平7吃兵 这二呢 双方呢 就是互攻翼 红方是想攻黑方的这一代 黑方呢 对红方呢 这个三路线呢 也是形成了压制 对 吃到足以后 黑方还有足迹进1这些手 对 你感觉他这炮6平7怎么样呢 我感觉这个变化 不好控制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 对 也是一个可以可行的走法 但是就是你跟你冰7进1是相连贯的 如果你不走炮6平7 那你就是前面不如走G8进4长起来 不如那么走稳住一些 对 红方这个棋 他也没有走什么冰7 8进1这二的走法 他直接G4进2 对 其实也倒也可以考虑 但是局面很复杂 他G4进2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走法 也是可行的 对 也可行 他实际上G4进2 我当时一看 这马不能被压住 对 G4平3这太痛苦 所以我索性的马7进8跳上来了 因为我看到他要充足 我就给吃掉 他要是炮台湾马 我那边可以去新一吃他的马 对 这样等于互攻一翼 还是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这二双方就是在中局阶段的 就短兵相接了 对 刚才布局基本上完成了 现在黑方把子力也冲出来了 红方实战他G4平2 对他G4平2 这个平均也是防止我足迹进1过兵 同时也一直有足迹进1的手段 对 这二黑方暂时就不好马8进9了 马8进9以后 红方马3一把你这个解决掉 这个冲兵就比较厉害了 对 那林长你觉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也很有压力 当时真的压力很大 因为感觉这个唐思南本身 他这个布局就研究的很好 而且他这个中局呢 也是 他的也是中局比较强的 强悍的一位那个女棋手 所以我当时也是 走到这儿你用了多少时间呢 这个这部棋真的考虑了有十几分钟 唐南上面走的还是比较快的 对 开局他走的比较快 还是挺自信的 因为他走完冰淇淋以后 他就是已经知道自己 肯定下不了炮6平7这种手段 所以当时我压力也很大 这其实就是说的黑方 7足冲不过来 马灯编冰呢又不可取 对 表面看起来呢 就是黑方就很难下了 那么唐南通过这个构思呢 决定的采取这个强硬的这个走法 当然说他也是比较自然的走法 因为走到这儿呢 看起来山冲水赴 一无路 但是黑方呢又选出了这一条呢 非常不错的这个思路 那到底黑方怎么去应对 这个看似比较困难的局面呢 我们稍后呢 将为大家呢继续讲解 刚才呢 我们分析了就是黑方这个棋 似乎已经不好走了 但是唐南呢 通过临场的这个分析呢 他决定呢 气子多事 走了一个向三进五 对 这招棋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是 我当时也看没有办法了 所以先把自己的阵型先补一下 然后也是准备气子了 因为当时一看这个 虽然少个子 但是有两个兵的补偿 这个局面还是能够去 战斗下去的 对 红方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 毕竟这个G啊 走的步数比较多 对 我们想啊 它G平二 G二斤四 G二平四 G四斤二 G四平二 对 就是红方这个G啊 我们看啊 它走了一个S型啊 甚至是绕了一个大弯的S型 对 所以说红方这个单重这个G的效果来看呢 它也是走的步数了 过于啊 频繁 补了像以后 黑方就可以马马进去去反击了 对 下一步准备 所以说红方走到这呢 也必须要采取强硬的赤子 那么这个赤子呢 也是唐丹呢 这个啊 提前呢 有了思想准备的 实际上黑方 从战略的角度呢 是进行了一个棋子 对 这个能 这周期唐三走的快不快呢 我当时飞完像以后 我就已经很果断的想要棋子 当然他这个冲过兵的时候 我看他也是在思考了很久 嗯 他没有想到你 嗯 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起 这个题呢 我们大家再拿回来看一下啊 就是黑方马马马进去不行 他蹬掉 他打掉 然后红方这个主要是先发制人 对 他这个冲兵是太厉害了 你打一将呢 暂时也不要紧 红方不是 感觉这边有些损失 这个 黑方不好走啊 先拱着炮子 你也拱这个 他打你这个 这烧子黑方没有后续啊 对 烧子压力要大一些 所以 他也有可能是摆着这个思路 对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呢 表面上是不丢子 但是容易落后 嗯 他可能对于红方啊 这个局面过于乐观了 那黑方补向以后呢 补向以后 其实他可能也在考虑 会不会有这个马九进七的这种手段 就看他可能在分析 我觉得马九进七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走法 可能马九进七要比他的走法要好 对 马九进七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红方这个 可以把局面导向更复杂的一个阶段 应该上马这个七 暂时不要吃 上马的时候 你这登边兵 他只好马七进五 登居是个先手 对啊 你要居七平六的话 他这炮接近一又打居又是个先手 你还不能马八 所以红方这个七可能这应该 对 跳马 但是你可能有炮子平衡对炮吧 或者我居七平八让一手 有这种可能 就是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但是他呢 他可能是觉得 就是在这个个人赛在后面的阶段 急于抢分 所以他就索性说 我准备有吃个子 但是这个棋吃子呢 并不见得划算 吃个子主要我感觉是 红方不太好把控这个局面 一吃 现在等于红方气了一个兵 吃了一个马 对 配方先来马三进四 当时我是直接马三进四跳马 对 因为盯着马四进六 其实这个局面下也不是感觉是个两分的局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 红方就是很难找到一个进攻或者防守的一个方向 红方这个棋 他实战是走的 他实际上选择了鞠二进一 鞠二进一好没什么用 但是这个棋 除此之外 你现在主要鞠八进四站不起来 可能要就鞠二进三吧 对 感觉是 如果你马四进六 我就鞠八进三 对 然后 他去二退三 我可能会走个 在竹三进一过兵 这个局面应该还是挺复杂的 很难说 然后他就能炮五退一退退 对 反正红方要想办法把你这个鞠杆杆 你坐在那里的炮五退一 你马四进来他能飞向 炮五退一 我可能还有马四进二的这些 那他有没有炮击平八 炮击平八我可能会 去二平四 没有那么厉害 不可能马 马二进一 那他打了你 一打完他就打过来 对 这个7 我再炮五平一 我还可以炮九平七 走完以后再马四进二 反正总之这里边还有些变化 红方走的 鞠二进一 对 这招是起 当时也是考虑半天 我感觉 但是就是感觉这个冰酸精 酸精过去还是挺严厉的 那你也必须要过足了 对 当时我也没办法 我马四进六的话 感觉他 他还可以鞠八进四 强行捉悟 气回去 气回去这边 鞠炮拉住你 鞠炮被拉住 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就索性就足三进一 这等于红方 也是受攻 因为红方这个子力 也发不出去 对 主要就是找不到 很好的防守的方向 那他走什么了 他就要平五 就吃兵 然后我当时也是 也是也很犹豫啊 这时候 不知道是考虑 马四进二他 抛弃平八 对 这时候马四进二的 抛弃平八 如果是蹬掉的话 他可能会 抛八进七 吃掉 打狙 那沃威江上枪 弃狙 他在初帅 对 也没有把握 你也杀不下来 对 因为他双狙 防守比较厉害 这时候马四进二 他可以平泡 所以我马四进六 当时也就一直在考虑 能不能马四进六 那他居五推二 居五推一 居五推一 我倒可以浸泡 他那个马还是有问题 他很可能会 我马四进六 他可能会居五平一吃兵 这样子 我可能把嘴吃过 他再吃五个像 你蹬掉以后 他打掉吗 不打 他 他可能会换掉 换掉再 就是是个大交换 大交换的话 应该是一个 就是他给我换掉 我吃掉 他再泡五进 他也打哪个像 对 打五个像 这边准备拉你五根 对 拉我一个五根 你下残局 他将来 你是后手 是吧 感觉是给我顾及的一个残局 我也看不清楚 所以当时也是没有 没有走这个马四进六 也是损性 就是走足三平 先把狙打回去 他这样不能平 这样平打掉 打要在这个 吃掉 吃掉 或者马四进六 或者下完兵以后 马四进六 这都是先手 那红方只能回去 对 只能回去 然后我再组二进一 这就等于是黑方呢 有先手 对 他就是主要 下不及时 准备马四进六 关键也是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红方 就是不太好 这个 那你回来研究一下黑方 走到这 红方 应该走什么好呢 我感觉就是他前面 狙二推一 狙二进一 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可能还是回去防守 这样子 这儿呢 就是说红方现在想 进行防御呢 似乎也找不到 特别好的办法 对 因为毕竟黑方啊 虽然少一个子 但是位置非常好啊 他比较有进攻的能力 红方这个大子都上不去 那他实战走什么呢 他走了一个 狙五推二 狙五推二 那你七组又过来了 对 我就还是按照原计划这样 过七组 七组又过来 这个棋 红方确实很麻烦了 对 然后他这个时候是跳马 跳马 你呢 我这时候 这部棋可能下的也 时间紧张吧 也是走的不是特别 谨慎 走的应该是 可能是马四肩六更好一些 先把他子 对 先贴住他 对 以后呢 看时机先把子吃回来 毕竟少一个子 这儿黑方多足还是好下 对 你是走的 实战是马四肩三跳进来 哦 这个马向你跳 对 这样他 他实战是G5平7 给我别住 但是更 更好的 更好的走法 可能是G5平6 这样平一步 这个是很细节的地方 对 给自己马八肩六找一个 或者马八肩六 或者冰九精英 有一些出路 他这个G5平7呢 也是可能防止我下冰吧 但是可能不是最顽强的一个走法 嗯 你觉得他还是G5平6比较好 G5平6最起码这个马的路数是比较开放的 对 如果你左耳机一呢 他跑去平就平一步 对 他就平一步 你在马三件也还没有吃到嘴 蹬了以后 他要反打相子起 对 他走这个以后 那你走了 我当时选择的是泡二平八 准备打一串 对 那能不能泡九平八呢 对 这个您说的很对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 在这种复杂局面下 这个对形式判断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战术走的 对 不是很精准 感觉泡九平八更厉害 对 这样子 这样他这个马根本就没有点 这样子 有这个打好像 这边顶住他了 就是这边已经顶牢了 他动不了劲 这边再给他施加点力量 这个炮没有用上吗 你这个炮本身比较用得上吗 对 你是平的 平八 平八也是想打 但是不如用这个炮来更好 对 然后他也就是马吃边钉了 然后我这时候再打拘 这个棋当然也是黑方占优 对 他拘长两步 我再马三推四回来 对 就是这个棋子 你这么走的就是比较绕 比较绕 但是红方还是可能不太好处理这棋 就是说 这种走法不是炮的平八干脆 对 这时候他可能走拘九锦一 稍微稍显顽强一些 以后实在不行 拘九平三过来 保住 就是保住 强行保住自己的马 他实际上拘九平八 他可能也是有这种想法吧 我这一跳马 现在主要黑方想登掉以后呢 你打掉 他拘持着 黑方右翼呢就空了 将有沙底巷下底炮 这些手段 红方呢 这个子都偏了 现在走不出棋来了 对 所以他就回马 所以红方呢就是想 尽量保子的情况下呢 这个子就越走越背 对 那么给了黑方呢 一个绝好的竞争的机会 对 我就打边兵 黑方就炮打兵 现在要打中兵啊 这个炮一打中兵就打死了 对 这些红方也来不及兵五锦一了 因为马 兵五锦一他最简单 一灯中炮 这个铁炮就震上了 对 他没办法 将来平足啊 下底炮 他也是根据出局的情况 他就想走炮击进一 想把这个铁链打开 但实际上 如果吃兵呢 他打了 那他还轻松了很多 那黑方还不见得好 是 这个棋呢 就是唐南看到这个 时机成熟了呢 就主动就弃居了啊 对 最后一段呢 走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正好形成了这个杀招 对 因为红方这个窝心马 正应了我们这个俗语 对 马跳窝心不死发昏 嗯 最后这个棋 他一抓 他 他抓 他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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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六锦四也 左右灯 马六锦八一叫沙 马六锦八一叫沙 然后一瓶炮打相 他还得向三进一 黑方一平足 这儿呢 黑方就主动 黑方就取得胜利了 对 因为你只能退居吃 他一将 一退居 他把相一蹬 对 下不这个 门弓是取杀了 这个炮是这个 居也是拦不了了 对 嗯 啊 行 好的 这盘精彩的对局呢 我 嗯 应该说最终是以黑方这个取胜啊 对 就这一段呢 这个 也是主要这个 唐思南也是急于求胜啊 这个孕子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棋如果他吃 人家马一将 对 一回来 正好是 这还有个马戚退酒 马戚退酒 这是门弓 这个居呢 也拦不住了 拦也等 走其他的招法呢 就吃 呃 这盘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这个中局呢 还是走的有一点偏差 是 这个 导致了这个最终的这个败局 当然最后这个杀棋呢 唐山走的也是不错 呃 正好是形成了一个菊杀之势 啊 呃 唐思南呢 我觉得他可能未来呢 还是有进步空间的 对 一直是这个我们女子这个 呃 顶尖棋手的一个行列里 嗯 是一个很具有竞争力的 对 非常优秀的 具有发展潜力的棋手 嗯 那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那么也希望呢 我们这个讲解呢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好 朋友们再见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